住在南投山区的一对夫妻 丈夫因为心脏病发 妻子目睹了丈夫陷入昏迷 结果自己一急之下 也被吓出心脏病来 由于他们两个人都住在高山部落 来不及从地面送医 结果空勤总队是立刻派出直升机 在第一时间 抢救将他们送下山起救 直升机飞到海拔一千多公尺的 仁爱乡翠鸾国小操场 地面救护人员已经准备救绪 将心脏病发作的虎兴男子夫妻送上直升机 由于高山地区气温较低 救护人员还为他们裹上厚厚一层棉被保暖 而在高空低压的情况下飞行 对心脏病患是相当大的负担 尤其虎兴男子又陷入重度昏迷 直升机飞行员只能拼命和时间赛跑 半个小时之后 直升机降落在普里平地 由辖区救护车接手 火速将这对心脏病患夫妻送医 上午11点多 住在南投仁爱乡例行部落的47岁 胡姓男子突然心脏病发昏迷 他的妻子眼看丈夫不省人事 也吓得心脏病发作 赶紧打119求救 但消防单位考量经由地面送医 很可能延误时间 于是立刻向空行总队申请救援 最后总算顺利达成任务 好! 坐下来! 谢谢观看